时光清浅,为书能言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木子诗,欢迎您的关注 今天我想为您分享的文章是 莫言,管好自己,莫度他人 文章来自万军,让我们一起来听 莫言曾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中 谈到自己笔名的由来 他直言,自己小时候放牛 没什么事情可做,就爱管闲事,乱说话 无论遇到什么人什么事,他总会插上嘴 结果时常惹来一身的麻烦 一回到家,母亲就哭着训诫他一顿 父亲语重心长地告诉他 儿子,你少说话,管好自己就行 所以,当他后来开始作家生涯时 为自己起了一个笔名,叫做莫言 就是为了叮嘱自己少说话,管住嘴 其实,不仅是说话,为人处事也是如此 当你费尽心思想要插手别人的人生 最终只会让自己反受其类 就像论语所言 不能正其身,辱正人合 连自己都活得不够好 哪有什么资格要求他人 成年人最大的清醒就是管好自己 克制自己纠正他人的欲望 一,管好手,不指点别人 莫言成名后,曾有不少读者 请求他写一篇文章 专门分享读书方法 莫言就在散文杂谈读书里 做了两点回应 第一,读书就如穿衣吃饭 各有各的方法 我的指导说不定会影响你们的阅读 第二,我的女儿正在读初中 我从不去指点她的功课 因为时代变化 我的老方法说不定不适合她 在莫言看来 无论是经验过时 还是人各有益 都不应该去轻易地指点他人 其实做人也是如此 用自己的经验去指导别人的人生 很可能会将对方引入歧途 因为别人的幸福你未必懂得 他人的苦衷 你也未必全知 龙以辉就曾在直播间里自责道 我现在和我弟尽量少联系 只要不联系 他应该就不会反应过来 他现在生活的困难 都是我一手造成的 原本 弟弟此前在老家有一份工作 比较轻松 但赚得不多 董雨会得知后 凭着自己的经验 就建议弟弟此去工作 去一线城市历练一番 弟弟听从建议 先后在上海深圳待了两年 可因为生活节奏太快 需要经常加班熬到深夜 他整个人日渐消瘦 此前过于安稳的他 有欠缺工作能力 以至于拿到的薪水十分微薄 到最后甚至都要交不起房租 养活不了自己 无奈他只能又灰溜溜地回到老家 直播时 董雨会懊悔到 这件事我做错了 我再也不给人建议了 因为我们偏薄 片面 狭隘的思想 不足以指导别人的人生 生活中 我们有很多人 看到别人的处境 就会不自觉地 与自己对世界的认知 去为别人规划未来 指点江山 尽管是真心 为你好 但也忽略了 对方愿不愿意 需不需要 是不适合 结果 酿成大错 作家陈忽实 就曾出于好心 指点了别人 结果 却让自己 悔之不及 多年以前 他收到一封 来自农村的信 寄信人 附了一篇自己的文章 想问问 自己是否 能够走上文学之路 陈忽实 看完 觉得文章平淡 但还是鼓励他 你的文章不错 要继续写作 年轻人 自觉 受到了鼓舞 就放弃能耕 全心投入写作 结果 却一生 默默无名 穷困潦倒 陈忽实 也没有想到 自己随意的一次指点 竟然 害了别人的一生 汪曾琦 曾在四方史诗中说 有些东西 自己尽可不吃 但不要反对 旁人吃 不要以为 自己不吃的东西 水吃 就是 岂有磁力 这世上 没有哪个人 能全知全能 每个人 都存在 认知有限 即便是 同样的人生剧本 也未必 适合不同的 两个人 千万不要因为 自己片面的想法 把别人的人生 指错了方向 请收起那只 指点别人的手 少一点干涉 多一点理解 女己 这是涵阳 于人 这是慈悲 二 管好嘴 不评判他人 有一张图片 一眼看去 很多人以为是一个 弄字 但其实 换一个角度 再观察这幅图 它其实是一个 Yes 事实上 两张图 不过是同一个单词 但有些人 看起来 就像是否定的 另一些人 看起来 就是赞同 一张图 角度不同 所见就不同 生活啊 也是如此 我们都很难 拥有全视角 就如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所想 所闻 所见 以自己片面的视角 随意评价他人 就是对人 最大的恶意 莫言在小说 《红唇绿嘴》中 讲述过 秦桂英的故事 有一年春天 学校要求老师 带学生下田 种水稻 干活时 其他同学 卷起裤子 就跳入水田 唯独秦桂英 一人站在田梗上 面色纷纳 班主任李老师 就厉声喊他 哪知他更加的 局促不安 仍旧不肯 拖鞋下地 李老师心中认定 秦桂英 娇柔造作 不是一个 勤劳朴素的孩子 于是 李老师就带头 在田里讥讽他 快脱下你那双 绣花鞋吧 同学们也跟着起哄 说他有 民国大小姐的做派 不堪忍受的秦桂英 穿着鞋就下了天 不多时 一只马黄 钻进了他的鞋里 吸附在他的脚板上 其他人 为了帮他拔出马黄 就拽着秦桂英 当众脱下了他的鞋 这时大家才发现 他的两只脚 都是六只 得知真相的李老师 心中很是愧疚 尽管已在岛前 却仍旧 未能抚平 秦桂英的伤痛 心理学上有个词 叫做晕轮效应 月亮被光环笼罩时 会产生模糊不清的晕轮 肉眼就难以看清 月亮的本来面目 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 都有这样的一圈晕轮 若是仅凭第一感觉 就随意评判他人 得到的结果 多半是 以偏概全的谬误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只能看见冰山的一角 看不见海底的 暗潮汹涌 正所谓 闲谈莫论人非 静坐长思挤过 面对他人 管住嘴 不随意评价 才是最高级的修养 三 管好脚 不干涉旁人 前阵子在网上 看到一个帖子 博主去爬华山 看到挑夫 扛着一百多斤的货物 在陡峭的阶梯上行走 眼看挑夫 累得满头大汗 他心生同情 询问挑夫 是否需要帮忙 挑夫说不用 他以为挑夫只是客气 就直接上去 把挑夫的货物 给提了起来 挑夫挑重物的行走节奏 一下子被打乱 直接重重摔倒在台阶上 博主出于好心去帮忙 可真的挑夫的立场上看 这样的帮忙 反而是添乱 石铁生说 世上的一些事 多是出于瞎操心 由瞎操心 再演变成为 卵蝉活 与人相处 有时不分缘由的好心 只会乱了别人的节奏 魏晋时期 鸡康和山涛 同为竹林七贤 两人性情相同 经常一起 吟诗作父 畅谈人生 鸡康娶了曹操的 曾孙女为妻 司马家族当政时 为了不惹事 鸡康就想要隐居起来 但山涛却觉得 朋友很有才华 不应该被埋没于山林 于是他向皇帝 偷偷举见了季康 季康知道后 很是生气 写下与山巨园绝交书 宣布从此和山涛绝交 两人多连的友谊 就因为山涛随意插手 而轻可破裂 偷影子的人中 有这样一句话 你不能干涉别人的生活 就算是为了对方好 人和人之间立场不同 选择就会不同 与人相处 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脚 伸进别人的鞋子里 无论是至亲还是朋友 不插足 不干涉 才是情感最长久的年和季 很喜欢一句话 人生这场旅行 不是所有人都会去同一个地方 目的地不同 路线也会不同 当你用自己的路线 去规划别人的生活 只会扰乱对方的形成 人行于事 不轻易评价 不随意指点 不过度的干涉 管好自己 莫读他人 给他人留空间 也就是 在给自己留体面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文章 就为您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耐心聆听 感谢您的耐心